我要嫁人了!赐婚的圣旨已经下来三天了,我还没缓过来呢,每天就看着后院的牧人庄被我爹打得粉碎,因为,我要嫁的人正是他死对头的儿子鹿岁。 事情是这样的,我爹是战功赫赫的镇国大将军,生平最痛恨的人自然是当朝宰相鹿大人。 在我爹看来,武文弄莫无法安邦,头笔从容才是王道。 只可惜陆大人身受皇上乙重,朝堂之上更是和我爹分平抗礼,我爹因为这个时常凶嫩,晚上红烧肉都少吃了两块。 再说龙以上的那位,也是个不安分的拙。 做什么不好,偏做了一回月老,还来了一出乱点鸳鸯谱,将我只给了鹿岁。 我,鹿岁,鹿大人独子,打小就是个病秧子,可架不住人聪明,硬是拖着一副孱弱的身体,成为了本朝唯一一个联中三元的状元,可把皇帝高兴坏了,当即就让他去掌管大理寺。 那地方,小儿听了都会哭几声,可偏偏,鹿岁在大理寺混得风生水起,官职也是一年比一年高。 我爹关上大门,说得最多的就是这父子俩了,当然,从未有过好话。 我总结了一下,就是这鹿岁又狠又独,手段又高。 回府后,婆母准备了一桌子饭菜,只说公爹被皇帝召见。 她一个劲往我碗里夹菜,堆个跟小山似的。 姐儿多吃点,多谢母亲。 鹿岁的娘笑起来特别温柔,和记忆里我娘亲很像,轻声细语,永远不会生气。 吃着吃着,鼻头发酸,一层雾气涌了上来。 我想我娘了。 婆母吓得立即,放下筷子,搂我入怀,姐儿别哭啊,是不是鹿岁欺负你了。 婆母身上也香香的,我把头埋进她怀中,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。 娘,我想娘了。 姐儿乖,以后我就是姐儿的娘了。 从那以后,婆母真的把我当亲闺女疼,往日不拘言笑的公爹,见了我也是没开言笑。 倒是鹿岁有点惨了,她似乎被婆母和公爹遗忘了。 我太开心了,有时候想想,嫁人也挺好的,白白多了两位疼我的长辈。 那日,我的丫鬟连翘去买桃花糕回来,哭成了泪人。 小,小姐,不好了,老将军,老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。 后面的话我已听不清,大脑一片空白,刚起身,小腿打颤摇摇晃晃跌落下去。 我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,鹿岁俊朗的眉毛皱起来。 鹿岁,我爹快死了。 说完我忍不住挖的一声大哭起来。 鹿岁打横把我抱起,快步朝外走,老将军身子康健,不会有事的。 鹿岁,娘子,别急我们现在,去看老将军。 慌乱中我身子抖得厉害,先前心中对鹿岁的火气找到了发泄口。 那是我爹啊,我爹的身子我不知道吗? 一下雨就嚷嚷腿疼腰疼,他年纪大了,从马背上摔下来,还能康健的了吗? 他不是你爹,你肯定不心疼。 鹿岁,你是不是就盼着我爹身子不好? 鹿岁用嘴封住我喋喋不休的嘴,余下的话被迫咽入腹中。 娘子别怕,有我在。 他声音低沉,带着安定人心的力量,我莫名冷静下来,不愿松开他的手。 香府和将军府相隔不远,一炷香的功夫就到了。 我是被鹿岁抱下车的,将军府的侍卫手持长枪,若没看到我暗中示意,恐怕早冲上来,把他扎成筛子了。 站在门外,就听到我爹哀哟哀哟的惨叫声。 泪水再一次上涌,心也被高高悬起。 爹啊,您可不能死。 我哭的嗓门,比我爹好的还要大,朦胧中扑在床边。 爹啊,我爹嘴角抽得厉害,抬手示意,鹿岁拦着我点。 姐儿,快别哭了,这点小伤,你爹我还能承受得住。 我擦了擦眼泪,哽咽道,你骗人,在门外我都听见你喊疼了。 鹿岁问大夫,我爹的伤势。 鹿大人放心,老将军只是崴到脚踝,只需敷上膏药调养半月,则可痊愈。 真的,我擦干眼泪问,这大夫行不行? 我爹暴跳如雷,朝我头上敲了一个滚熟栗子。 你还是我亲闺女吗?哪有盼着老爹死的。 鹿岁把我拉起来,一边揉着我的头顶,一边解释。 娘子也是担心老将军的身体,宫里来的御医医术高明,想必将军定会不日痊愈。 我爹咧着大牙,还是闲虚懂事。 他说这话,妹不没良心? 我担心巴巴地跑回来,他侧卧在床上,和他女婿聊起了当年赫赫战功。 鹿岁一双星星眼,还把我爹恭维成战神。 我那傻白甜的爹,竟信了他的鬼话,高兴地呲牙咧嘴。 还把自己心爱的宝剑送给了鹿岁,女婿啊,这把龙月,和姐儿的凤舞是一对。 等我身子好了,教你一套剑法,强身剑体。 那是强身剑体吗?那是教他和我对打吧。 我趁鹿岁去端药时,强烈地谴责了我爹。 爹,你把他教会了好家抱我。 怎么可能? 我爹怒怒远征,鹿岁不是那样的人。 不是,这才见了两面鹿岁,就把他收买了。 鹿岁就是个灯徒子,今天他还抢稳了我。 我爹顿时冒绿光,挺好的呀,这证明你们小两口感情好,人家心里有你,再说了,亲你总比亲别人强吧。 鹿岁敢纳妾,敢亲别人,我立马替他近身送进宫当太监。 我爹听了这个想法,拍手叫好,他勾勾手指头,示意我靠近。 放心吧,我教你的剑法,恰好能克制教给他的剑法,无论如何,他都打不过你。 咦,看不出来,我爹还知道留一手。 我竖起大拇指夸赞,爹不愧是你,老坚俱华。 原本我是想破坏鹿岁在我爹心中的形象,万万没想到,反被安利一搏。 我爹说,鹿岁这个人很聪慧,虽是文官,却对兵法推演有所研究。 我爹还说,鹿岁虽然身子骨弱了点,但对武功心法颇有见地。 他一眼就能看出,我爹剑法的破绽之处,帮助我爹完美剑法。 到底是他崇拜我爹,还是我爹崇拜他? 不过,这次我是要真谢谢他。 我爹扭伤脚踝,他托同窗好友,亲自拜见一位老大夫,听闻人家是世代接骨的玄弧世家。 便把老先生请到将军府,顺便还给我爹腰疼,腿疼得老毛病治好了。 用我爹的话说,这孩子真不错。 回府之后,鹿岁,谢谢你,你有什么愿望或者需要我帮忙的,给句话我万死不辞。 鹿岁笑得人畜无害,说得比唱得都好听,夫妻本为一体,娘子何须跟我客气。 他顿了顿,眼下,却有一事须娘子助力。 我忙不迭点头。 鹿岁半眯着眼睛,悠哉悠哉,娘子以后换我相公如何? 这有何难? 我清了清嗓子,对摘那张面如关玉的俊脸,心跳得飞快。 相! 相公! 鹿岁忽然靠近,娘子真怪。 我脸颊出奇的烫,不知怎地想起前几日在马车内,他柔软温热的嘴唇,奇妙的酥马感,顿时传遍全身。 大男人的唇怎么不点红呢? 我到底没克制住自己,凑上去巴基亲了一口。 鹿岁浑身一震,双臂还着我,加身这个吻。 不是我好色,实在是鹿岁长得太好看,不亲白不亲,先过过嘴瘾。 因为鹿岁身子的缘故,皇帝特恩准他不必日日上朝,早上陪着我睡到日上三干。 大理寺送来案子卷宗,他只需在书房批阅。 婆母让我给他送生茶。 进了屋那一落落卷子,把他挡得严严实实。 相公喝茶。 鹿岁牵着我的手,往怀中轻轻一带,炙热的气息将我包裹住。 娘子送的茶,格外香。 真是马屁精,难道他没喝出来这茶跟平常一样吗? 我扭扭身子,立即被他按住,声音暗哑,乖,别动。 其实我也不想动,委屈巴巴抬头看他,你的玉带隔着我了,坐着不舒服。 我伸手向后摸,想给他换换位置。 娘子,不知为何,鹿岁的声音有点抖,手劲儿大的吓人。 他塞给我一本书,让我坐在一边看。 他可能高估我了。 这整本书,竟没一个字认识。 我自幼对绣花女工不感兴趣,更别说耐着性子读书写字了,简直要人命。 但我不想被鹿岁看扁,拿着梳妆无作样看起来。 娘子,书拿倒了。 闭嘴。 我送鹿岁去我爹的军营锻炼身体,我建议他从最底层士兵做起。 扎马布,绑纱带,耍长枪,练木桩,每一件都不是一事。 起初我的本意,想让他吃些苦头,可真把他扔进新兵营内,我竟有些舍不得。 相公,别逞能,真不行就算了。 鹿岁了一下,随即嘴角翘起,既是娘子的心意。 为夫怎好拒绝,娘子务须担心,你相公我很行。 落日余辉撒在他棱角分明的侧脸,灿灿金光耀眼无比。 随着我爹一声令下,几百新兵齐声高呼,气势震天。 在人群中,我一眼就看到温弱的鹿岁,嘴唇紧敏,双眸坚毅。 爹啊,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,偷偷给鹿岁放点水吧。 我爹白了我一眼,摸着自己的山羊糊,无比傲娇。 还用你说,这会儿知道心疼了,我早跟你说过,要对人家好点,你相公身子若底子差,需得好好照顾。 我一整个大无语,你什么时候说过? 明明是你,和我公爹掐得要死要活,还让我好好教训鹿岁,搅乱丞相辅爹,做人不能这么不厚道啊。 追根究底,我爹一流的甩锅功夫是被我公爹锻炼的。 晚饭我们是在将军府吃的,我爹突发奇想,对鹿岁说, 贤婿啊,姐儿这孩子哪儿都好,就是不识字,你抽空教教他,精忠贵女不识字,说出去不让人笑掉大牙。 我,爹,出价前你也没说不识字丢人啊。 这老头根本没看我一眼,鹿岁双手抱拳,岳父大人放心,让娘子识字,是做丈夫的责任。 什么狗屁责任? 你俩一唱一和,就把这事拍板叮叮了,有没有问过我同不同意啊? 嗨,我再也不是我爹眼里的唯一了。 一回相辅,我扯着鹿岁的玉带往寝房跑,关门闭窗一气呵成,末了还不忘记吩咐婢女小思,无论听到何种动静,一律不准靠近。 今天我不审问出个子丑一某来,我跟鹿岁姓。 鹿岁,你太黑了,竟然告我撞。 我把他按坐在八仙椅上,长腿一伸,脚踩着方桌。 鹿岁气定神贤,脸上挂着淡淡笑语,娘子何出此言? 我不识字的事,除了将军府的人,就只剩鹿岁一人。 别人谁敢在我爹面前搅我的舌根,纯属找死? 除了你在我爹面前嫌弃我不识字,还能有谁? 鹿岁皱眉表示疑惑,娘子,为夫怎会是两面三刀的小人? 我听说,前两日他遇到兵部尚书大人,摇了两句。 说起张家,我与之渊源要从我爹那边讲起。 兵部尚书张大人是我爹的发小,雅人一路互相较量着长大。 比完功绩比夫人,比完夫人比女儿。 好巧不巧,我和张大人的千金张云禅年岁一样大。 她是京城有名的才女,我当仁不让。 同样是京城出了名的能舞女。 这不,我嫁给鹿岁这事儿,给她打击不小,不但比她先嫁人,还嫁给她的心上人。 莫非是张云禅她爹,在我爹面前说了什么,否则也不会那么大反应。 我越想越觉得有可能。 相公,我学。 我一定要学十字读书,一喜前耻。 鹿岁笑咪咪地点头,声音温吞。 好,只要娘子想,为夫定会帮你。 谢了。 我和老爹互捶肩膀惯了,一时得意忘形,就捶了鹿岁一下。 思,她倒抽冷气,面容痛苦。 我没想到,她反应那么大,都已经控制力道了呀。 鹿岁捂着尖头。 幽怨地道,这里疼。 我想起来了,今日在军营训练时,她被人甩了一军棍。 对不起,对不起,我看看。 思,绸缎破裂的清脆声。 白皙的肌肤,凸起的喉结上下滚动,再加上她精致的锁骨。 我都看呆了,忍不住又往下扯了一下,快快分明的腹肌,尽瘦有力的腰部。 鹿岁的面上泛着红韵,她突然抓起我的腕子,靠在我耳边轻声问,我们换个地方看。 还没来得及思考,人已腾空,她抱着我,眨眼间来到梨花木大床,红丑子还未解下,鲜艳夺目。 我有点接吧。 你,你干嘛? 鹿岁笑得格外奸诈,娘子,你不觉得热吗? 我脸颊和耳根滚烫,以手作扇扇了几下。 是挺热,像拱,何不把账卖拉开,怪热的。 鹿岁动手,帮我宽衣解带,脱了就不热了。 别,我忍得住。 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,心底却又带着隐隐的期待,害怕,羞涩。 鹿岁低头看了看自己半敞开的衣巾,沉了声。 娘子,是不是需要礼尚往来? 我第一次见有人把不要脸说得如此清新脱俗,还不好拒绝。 最终我没能抗住,被鹿岁又哄又骗,和他坦诚相见。 我颠了一晚上,也求了他一晚上。 我觉得自己被骗了,这哪是病秧子啊,明明是豺狼虎豹。 次日,我躺在床上起不来,不是赖床,是浑身酸痛。 鹿岁那个杀千刀的,不知道死哪儿了。 脸翘红着脸进来,服侍我穿衣石头都不敢抬。 你怎么了?话一出口,我俩都愣了。 嗓子沙哑,可想而知昨晚有多激烈。 脸翘头埋得更低了,声音细如文盈,小姐和陆大人圆房, 整个丞相府都知道,太夫人吩咐,所有人都不许叨扰。 我还想着去请安,罢了,不去了。 鹿岁呢? 陆大人一早被大理寺清叫走,说是去案发地。 我抓着脸翘追问,那他有没有面色苍白,或者身体不舒服。 脸翘的脸更红了,难为情的跺脚。 小姐,陆大人走时,面色红润,神采奕奕。 敲,折磨我一晚上,反倒把他病治好了。 早膳是婆母吩咐送来的,猪肝猪腰猪血,鹿绒鸡汤,燕窝粥,都是自阴补屑的食物。 倒也不必如此隆重,我红着脸吃了几口。 一上午没见露碎,心向白爪挠过。 莫非,他怂了。 脸翘。 他慌忙跑进来,小姐,怎么了? 我捂着心疼,哭得直抽抽。 回家。 脸翘猛了,但依旧很听我话的收拾包袱。 一道人影如风般悬了进来。 露碎捧着我的脸,急担忧地问,是谁欺负娘子了。 我心里更加委屈。 是你。 你欺负我,我要回家告诉爹爹。 你,你丢下我不管,欺负我。 露碎抱起我坐在他腿上哄,是我不好,娘子打我吧。 我是该打他,钻紧小拳拳在他胸口捶了几下。 他沾黑的眸子,拧在我身上,怎么不打了? 我舍不得,扭过深闷声闷气地说,由着明天打。 好,那我就天天给娘子练手。 他勾起嘴角。 神色愉悦,今早御史台送来一个大案,所以我才早早出门,这几日可能会很忙。 等处理完这个案子,我陪你去最仙楼吃水晶虾饺好不好。 咦,他怎么知道我爱吃最仙楼的虾饺? 我爹的嘴漏风嘛,什么都透露给别人。 我咽了咽口水,哑着嗓子,我们说好的,你可不能食言。 鹿岁点点头,吩咐人把午膳送进来,丫鬟端着盘子鱼灌而入,我挣扎着要下来。 他紧了紧手,将我禁锢在他怀中。 我的脸部蒸汽地红起来,温热的气息扑洒在耳畔,痒得钻心。 这次,我很清楚,隔人的不是玉带,想起昨晚的梦朗,面红心跳得厉害,奋力挣脱开他的怀抱,坐在一旁。 我想问他,到底是不是病样子,为什么那么大劲,那般有精力。 还想起他亮晶晶的眸子盯着我问,娘子喜欢吗? 都怪露碎,近干这些修人的事,我都没脸见人了。 他陪我吃过午膳,哄着我睡觉,醒来时已过胃时,他又不见了人影。 连翘为我换下被露碎扯破的衣服,偷偷笑问,小姐还回将军府吗? 死丫头,敢调侃我,看我不挠你痒痒。 我知道,露碎心里有我,便不再慌张失落,每到他快回来的时辰,打心眼里溢出欢喜。 闲暇时,他从背后还着我,握住我的手,一笔一笔,教我如何写字,念我喜欢听的话本子。 不过,每每到了晚上,就又化身豺狼,我很纳闷,他哪来的精力? 白天处理完公务,还有空教我写字,下午又去军营一个时辰。 到了晚上,竟还有力气把我折腾得精疲力尽。 我抓起在卖力的露碎,咬着牙问,相公,你把娶回来,就是每天欺负我吗? 露碎像永远吃不饱的饕餐,嘴角勾起,声音里带着兴奋。 娘子,为夫不是欺负,是喜爱。 哪有这种喜爱? 我不理解,也没空理解。 我依旧日日陪他去军营,日日能见到老头子。 不知为何,这几日见到亲爹,他叹气的次数日渐增多。 爹,这是你第十次叹气了,我公爹可没给你气手啊,露碎对我好着呢。 我爹一脸忧色,犹豫了好一会儿,才小声问我。 姐儿啊,要不把露碎踹了,爹再给你找个比他更好的。 爹你老糊涂了吧,说什么胡话呢,我才和露碎成婚俩月,你就窜多我和离,你到底是不是我亲爹啊? 我爹把我拉到一边。 用更小的声音问,要不爹,把他练死。 老头子变了,变成了大宁臣。 爹,你敢弄死露碎我就敢给你断绝妇女关系。 我既已嫁给露碎,就要和他过一辈子。 我爹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,那病秧子有什么好? 爹,是你说的,做人要讲良心,你的老寒腿,老寒腰是谁找大夫看好的? 你病着那些日子,手底下兵闹事,有人伸你是谁在皇上面前求情? 你女儿读书十字,是谁教的? 我和他大吵一架,老头子这般绝情狠心,实在太令我失望了。 我拉着露碎回相扶。 不练了,在家我一样可以教你。 露碎回头想和我爹打招呼,被我扯走了。 跟他没什么好说的,我爹这个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。 露碎好脾气地劝我,兴许这里边是有什么误会。 误会。 我真是呵呵了,露碎太天真了。 只要是我爹想除的敌人,就没除不掉的。 所以,除了上朝我不能跟着,其余时间我都黏着他。 他看卷宗,我就在旁边练习三字经。 可我还是感觉到他的心不在焉,以及越皱越紧的眉头。 公爹的脸虽是笑着,但我却能觉察到他眼底的紧张和肃穆。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,我私下里问露碎。 没。 语气冰冷淡漠。 我愣了愣,牵起他的手轻轻晃动。 露碎阴沉着脸,把我得手扶去。 宋锦,别闹,我还有公务要处理。 这是他第一次叫我名字,生疏的好似陌生人。 我隐隐觉得,有些东西变了。 露碎不再碰我,总推说,有事睡在书房。 相辅变成了一个大囚笼,锁住我的人和心。 我不喜欢这里,想回家,立即吩咐连翘收拾好包袱,这次露碎没有再拦我。 是不是你说的话露碎没听见? 连翘红着眼眶。 奴婢是站在书房门口说的,话音刚落,陆大人就关了窗子。 小姐,她想安慰我,却不知道说些什么。 我摆摆手,苦笑起来。 言翘,我们走,此处不留爷,自有留爷处。 是我太傻太天真,相信露碎这个道貌黯然的家伙。 我回到将军府,我爹可高兴了,杀猪宰羊说要庆祝一番。 爹,别闹了,生怕别人不知道,我们夫妻不合吗? 我爹胡子翘很高,瞪着眼睛,不合就不合呗,踹了他下一个更好。 我闭门不出,还请了戏班子入府听戏。 连翘慌慌张张跑进来。 小姐,小姐不好了。 听得我直皱眉,托你的福,你小姐我好着呢。 连翘端起茶盏,咕咚咕咚灌了几口,气息不稳。 小姐,有两个坏消息,你先听哪个? 有区别吗? 连翘呆了一下,陆大人,你相公被贬了。 心中猛的一沉,胸口像压了一块重重的石头,我耐着性子问,还有呢? 张云禅在府门外,恳求见您一面。 他! 他来一转没好事,八成是来看我笑话的。 不见! 他! 他! 送紧! 门外传来一道利贺,满脸怒意的张云禅走了进来。 连翘忙不迭解释,小姐! 奴婢实在拦不住。 罢了,人都进来了,不见也得见。 连翘,上茶! 我还没请他坐下,张云禅自来熟地坐在主位,这一点跟他爹一样,从不拿自己当外人。 我爹吐槽的。 送紧,你放了露碎吧,他一脸严肃认真。 我捏紧了手中的帕子,玩耳一笑。 我和相公举案齐眉,幸福美满,何来放过一说? 他笑了,笑得忧怨又不甘。 送紧,你骗谁都骗不过我,你并非是露碎的良配,这些日子,他在朝堂上过得艰难,日日不见笑脸,他心中的苦启事你能理解的。 若我没糊涂。 露碎,是我相公才对。 啊,说得好像你多了解他一样,这话是他亲口告诉你的,怎么,我们幸福美满,爱着你眼了,羡慕极度恨。 张云禅瞬间被我激怒,脸红脖子粗地站起来,指着我的鼻尖骂。 要不是圣上赐婚,就凭你也能嫁给露碎,现在露碎被人栽赃陷害,所有人都知道失败你爹所赐,露碎那么好的人,怎么就摊上你个温审了? 我猛了,难道我爹真整他了? 你说什么? 张云禅气急了,猛推我一下,事到如今你装什么呢? 送紧,我劝你趁早和露碎合离。 放过他吧。 小夫坠疼,不知是不是刚才爹坐在椅子上的缘故。 我捂着肚子,强撑一口气。 我和相公的事,还用不着你操心。 张云禅被我气走了,脸翘看我脸色不对。 小姐,你脸色不太好,要不要请大夫? 我摇摇头,脸翘,去找老将军。 老头子傍晚方规,我着急上火,嘴上起了两个辽炮。 爹,露碎被贬,跟你有关系吗? 我爹轻哼一声,我早看陆家不顺眼了。 露碎是我相公啊。 鼻子酸得厉害,眼泪再也忍不住落下来。 我爹看我哭了,手忙脚乱找帕子,给我擦眼泪。 今儿,那老陆树大招封嘴上,没个把门的,得罪了多少人,现在有人揪住露碎的错处,还不把他们往死里整,咱们啊,没必要趟这趟浑水,孩子,跟他合理了吧。 我说来找他帮忙的,不是让他劝退我。 我要回乡府。 我爹拦着不让去,趁他安寝后,我踩着连翘的尖头翻墙跑了。 乡府守卫,不比将军府森严,比走正门还快得到了露碎的书房门口。 烛火通明,他果然没睡。 我背着包袱翻窗而入,迎面一记全峰直冲面前。 心中一寒,我歪头躲过,像过。 是我。 露碎眼中露出复杂,急忙把我从桌子上抱下来,小心翼翼放在摇椅上。 回来也不说一声,我好。 我打断他的话,好去接我吗? 露碎脸色俱变,与我拉开一段距离,脸上又恢复一派冷漠,你想多了。 善变的男人,你不该回来。 你什么意思? 我彻底不淡定了,为了他跟我爹闹掰,巴巴回来见他,就遭当头一抱。 露碎特别憔悴,满脸胡茶,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。 他长得俊朗潇洒,如季月清风,但没想到冷着脸的时候叫人心寒得紧。 我们合理吧。 听到这话。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。 你说什么? 露碎闭上眼,下河线紧绷,周身犯着寒意,我说合理吧,我要跟你合理。 浑身都血液在那一刻,仿佛凝固了,心口又冷又寒,我强忍着泪水问他。 露碎,你有种再说一遍。 宋锦,和黎叔已经写好了,只需你画鸭即可。 他日日教我练字,现如今和黎叔的字我大半都认得。 愿娘子相离之后,重书禅并眉嫂额眉,巧成窑窍之姿,选聘高官之主,解怨是结更莫相增。 一别两宽,各生欢喜。 好一个各生欢喜。 露碎,我这辈子不会原谅你。 我咬破手指,按下鲜红的纸印,背着包袱要走。 露碎突然过来,抓住我的手,太晚了,我送你。 呸,老娘不稀罕。 我固执地没让他送,夜色深沉,一如我心情。 当脚步迈出相扶大门那一刻,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。 寒风四起,大颗大颗的雨滴落在我身上,我抬头望着黑漆漆的天空,难道连老天爷都在可怜我吗? 脑子一片混沌,我拖着疲倦的身子,一步一步朝将军府走,雨越下越大,地面起了雾气。 我抱紧双臂,在快到家门口时晕了过去。 娘子! 恍惚中,我听到露碎急切呼唤。 她怎么可能跟过来,她说从来没有喜欢过我。 当我再次睁开眼时,看到我跌幅在床边睡着了。 听到动静,她立即惊醒。 孩子,你醒了。 老头子双眼通红,并边双发丛生,一下子老了十几岁。 爹! 我想起六岁那年,娘亲刚去世,我染了风寒卧床不起,爹爹也是像现在这样,守了我三天三夜,直到我醒来。 孩子,什么都不用担心,一切有爹在。 你呀,以后只需养好身子,我的小外孙在你肚子里呢。 什么? 我爹激动不已,抓住我的手,一字一句道,姐儿。 你有了身孕。 一时间,我不知该哭还是该笑,我们合理了,我却有了他的孩子。 我也想过,不要这个孩子,可我很不下心。 我和露碎之间,就只剩这个孩子了。 自从有了身孕,我的胃口极差,吃什么吐什么,胆汁都快吐出来了。 还整夜整夜失眠,不出半月,我就瘦得脱了下。 我爹便请经中明医,也请来太医院医科胜手,汤药喝了一副又一副,半点好转都没有。 太医说,我若再吃不下饭,恐怕孩子难以保住。 我轻轻抚摸平坦的小腹,这里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。 若是不逼自己吃些东西,小生命也会渐渐消去。 连翘从外边买来了桃花糕,我吃了一口便吐出来。 连翘,我不想失去这个孩子。 小丫头一下子哭出来,小姐,怎么办? 我爹发誓要变寻京城美食,只要能吃下去,花再多银子,也值得。 我饿得肚子咕咕叫,可胃里却泛着酸水,闻到游兴气,就吐得昏天暗地。 有一天,我爹不知从哪搞来一盆老鸭汤,说什么都让我喝一口。 我勉强喝了一口,没土,味道很好,莫名地熟悉。 爹,说实话,这汤是买的,还是别人送的? 我爹紧张极了,不好喝,怎么能不好喝呢? 最先楼的大厨做的,爹排了半个时辰的队。 罢了,不管这汤是哪来的,我总算能喝进去了。 最先楼的厨子每天变着花样做吃食,水晶肘子,东坡肉,佛跳墙,肉末茄子。 我样样都爱吃,且一顿能吃两碗饭,身子越发圆润,我爹笑着说,能吃是福。 将军府的人在我面前绝口不提关于相辅之事,我也可以不去想念露穗。 莲翘望着我,总是欲言又止。 小姐,奴婢有件事,不知该不该说。 我直觉她要说露穗,那就别说了。 要说莲翘也是个实心眼儿,我不让说她还真不说了。 眼看她就要走出门,我清了清嗓子,莲翘,你刚说什么? 莲翘颠颠跑来,刻意压低声音。 奴婢今天去最先楼,听到有人说起相辅之事,就听了一耳朵。 我不耐得皱眉,有话快说,不是让你说书。 老乡辅辞官在家养老,陆大人不日将左迁领南。 领南常年气候炎热,酷暑难耐,露穗去了不得长废子。 她住得贯吃得贯吗? 她个病秧子,去什么领南? 话还没说完,我看见连翘贼嘴角搭拉着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。 不由得心中一紧,怎么了? 小姐心里还有陆大人,可她,她就要和张小姐成婚了。 什么玩意儿,她和张云禅成婚? 一阵气血上涌,我摔碎了茶盏,在屋内走来走去。 无耻小人,怪不得要跟我合理,感情找好下家了。 她娶谁不行,偏偏要娶张云禅,摆明了就是故意气我。 那晚,我去见了老头子,开门见山。 爹,我要嫁人,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。 我爹睛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,忙扶着腹部以微微隆起的我坐下。 咱,咱家又不是养不起。 我在赌气。 凭什么她露碎官场失忆,还能情场得意? 她能再娶,我就能再嫁。 爹,要不你去给我抢个孩子爹回来。 胡闹。 我爹气得都快跳起来了,试问哪个男人愿意当街盘侠,这要是穿出去,你爹我这张老脸往哪放? 我轻笑一声,抚摸着肚皮,你不找,我就不生了。 嘿,你这倒霉孩子。 找,给你找。 我十分相信老头子的办事效率,第二天就找来一位面皮白净的文弱书生。 连翘咬着下唇,在心里犯嘀咕,这吊吊和前姑爷有点像。 连翘,消息放出去,最好在男士搭上戏台子上,他个十天半个月。 小姐姥爷能同意吗? 管他呢。 我出嫁时,我爹哭得嗷嗷叫。 爹,又不是第一次出嫁,怎么还哭了? 坚强点,大不了举行完仪式我再回来。 我爹顿时止住哭声,用衣袖擦了擦眼角,摆手。 大可不必。 说好的妇女情深呢,合着您是演的。 坐在吧台大轿上,我抚摸着肚子轻声说,孩子别闹,你爹不要你,有的是爹要你。 不行,我眼也开始发酸,一开始泪水还能由帕子擦干,越擦越汹涌。 连翘站在外边问我,小姐,您现在反悔,还来得及? 我掀开盖头,朝外看去。 迎面的迎亲队伍上,写着大大的陆字。 连翘生怕我不知道,特意提醒,那就是陆大人迎娶张小姐的迎亲队伍。 他再说下去,我怕是下轿抢人,不,打人了。 我知道,从此以后,我和陆岁再也不能相见了。 桥归桥,陆归路。 明明告诉过自己要放下他,可心意止不住地疼,想被人生生撕裂。 我被连翘扶着吓了叫,那书生着红袍,脚尖的步子迈到我跟前。 我们只见了一面,甚至连他的长相都没记住。 我竟止不住自己的心,在和书生拜堂时,满脑子都是露碎。 吹吹打打的声音,一直延续到天黑,身子僵了也乏了。 连翘怕我饿着,偷偷拿了桃花糕给我。 吃进嘴里才发现,又苦又涩。 今天的桃花糕不好吃。 傻连翘咬了一口说跟平日味道一样,他怎么会懂嫁给不爱的人,打心眼里都是苦的。 书生被小丝搀扶着进来,碍于我怀身子的缘故,并未有人闹昏房。 那双修着云纹的高靴,再次在我面前站定,半晌没有动静。 想来也是,谁愿一养别人的孩子啊。 你放心,孩子不用你养,你只需挂个当爹的名头。 若是觉得亏,条件尽管提。 话音未落,红盖头就被掀开。 入目是那张熟悉的笑脸,漆黑的眸子在烛光映照下郁郁生辉,见眉心眸,面如关玉。 怎么是露碎? 书生呢,他不是要娶张云禅的吗? 娘子! 露碎面上挂着两朵红韵,笑得像个狐狸,张开双臂就想搂我入怀。 去你的! 我抬脚揣在他心口上,咚的一声,并秧子摔倒在地。 也没用多大力气啊。 来不及多想,我急忙去扶,冷不丁被他一把拉入怀中,他胸膛起伏不定,发出一声长笑。 笑! 笑,你还笑? 你不是要娶张云禅吗? 干嘛在这里? 我一边哭一边打,露碎抓住我的腕子,轻声反问,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娶他,你听谁说的? 连翘啊! 和露碎合理后,再加上怀有孕,我整日足不出户,每天只派连翘上街买些蜜剪,他回来再把从街上听来的告诉我。 连翘从小跟我一起长大,他能骗我吗? 张家小姐嫁得是榜眼,而我是要娶娘子你的。 看着他深情款款的眉眼,我冷冷地笑起来。 这次,我不会再上他的当。 露碎,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嫁给你? 露碎碰着我的脸,不管不顾地吻了下来。 娘子,我错了。 娘子,以后我们再也不分开。 我可不想稀里糊涂,再被他骗了,揪着他的衣领,让他说清楚。 原来当初和黎是无奈之举,皇帝年迈,国无储君,皇子们蠢蠢欲动。 为了甄选出最合适的储君人选,皇上不得不试探朝中两位德高望重的老臣。 我爹是武将,公爹是文官之首,两家结尉一家,其势力可想而知。 若有皇子动了歪心思,拉拢成功任何一方,太子之位出手可得。 所以,皇帝必须打压乡府和将军府。 要让众人以为,这两位老臣已在圣上心中失去心认。 可怜了我们这对新婚夫妇,成亲尚未半年,就被迫合离。 合离之后,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在瞒着我。 我运土得厉害,我爹从最先楼带回来的饭菜不是买的,是露碎在他娘的指导下亲自做的。 什么露碎要娶张云禅,也是连翘编出来骗我的。 露碎布了这么一个局骗我,是怕我不答应再嫁。 所以,你就收买了连翘和我爹,一起骗我。 露碎被我审视的眼神盯得心虚,娘子我真的错了,你打我骂我都可以。 就是不能嫁给别人,这辈子,我只要你。 我是想不原谅他的,可我忍不住。 和离后的日子,发疯的想念,他为我也吃了不少苦。 至少在新帝登基以前,他就只能是大理寺的小小战士。 相辅的荣耀和辉煌,不复从前,公爹脸上的笑容反而多了起来。 我爹没公务时,提着鸟笼来看我。 但每次都会和公爹吵得不可开交,倒没别的原因。 要么是猜我腹中怀的是男是女,要么是为孩子生下来姓谁的兴而争执。 一开始,露碎和婆母还会在一旁劝慰。 时间长了,也习以为常。 在面对二人的争吵,便熟视无睹。 两个家起来一百来岁的老头子,吵完累了,嚷嚷要喝水吃饭。 眼看着我的肚子越来越大,圆圆鼓鼓的肚皮,看不到脚尖。 露碎干脆向皇上递了告假三个月的折子,日日在家中陪着我。 终于到了临产那一天,我疼得浑身发颤,婆母一边为我擦汗,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慰我。 她引导我呼吸,往我嘴里喂餐片,请的是经中最好的吻婆,连奶娘都找好了。 疼了一整天,终于在傍晚之际,孩子出生了。 是个大胖小子,我爹和公爹未抢着让孩子第一眼看谁又吵起来了。 那是我第一次见婆母发发火,拿起大棒子,把两人打了出去。 我靠在露碎身上,听到她说,娘子累坏了,睡一会儿,我陪着你。 是太累了,我安心地睡了过去。 月子里,露碎按照我的喜好,做各种各样的补汤。 张云禅也带着肚子来看我,要不是婆母拦着,她非抱一抱我们家的臭小子。 我们和解了,她以前是很喜欢露碎,但自从和榜眼一见钟情后,就把她望到九霄云外。 我调侃她。 那书生给她写了那么多酸诗。 她笑话我不识字,不懂风雅。 谁说我不识字,相公已经教了我不少字,还念诗给我听。 张云禅再没生气,反而祝贺我跟露碎要天长地久。 我喜欢这样,岁月静好,人间温暖的日子。 我要和露碎和和美美过一辈子。 真的是 特ELL、继续冬者和散人是没有冠冬的些人。